中华 我二十年前十一岁 每个房子都写它的名字 我是地球 这一路以来 我用了将近十年的一个时间 爸爸自审你 是一个男人不得不的一种选择 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们都可以活得很好 你们也可以 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他们 大家好 闻歌传情 为你心动 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本期中华琴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现场的150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我们还要特别欢迎的是今天的心动观察员 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主持人 解说员韩乔生老师 欢迎您 首先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一位传情人 欢迎您 他从海峡对岸而来唱着我们熟悉的歌谣 他想来到祖国大陆发展带着自己的伤感情歌 他就是台湾歌手唐星奇 他的歌曲通过大陆的新媒体为大众所熟知 今天来到中华琴的舞台 他要讲述与大陆怎样的情缘 心情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特别喜欢我们这边的广场舞上比较火的这些歌曲 其实十几年前我在台湾已经都是助唱歌手了 我也有去新加坡 马来西亚这些地方来酒吧租场过 就有来到厦门这个非常好的地方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好多公园都有看到非常有朝气的姐姐啊 一些小朋友啊 很开心地跳着舞 那我觉得说这个活力 这个很青春的洋溢的一个感觉 然后再加上跳着一个非常轻快的一个舞曲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好 广场舞的那些歌曲和音乐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的欧洲舞曲是来自于德国 他们的舞曲就像我们这边的广场舞一样 然后结合我们大陆这边的情怀 比较就是变成说我们中文的一个舞曲 带着非常开心的一个节奏 然后大家跳得很有活力 让我觉得说自己好像年轻了起来 其实我发第一张专辑也是类似像广场舞 欧洲舞曲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有看到很多网友喜欢啊 就帮我分享制作视频 然后分享给大家这个音乐 我觉得说这边的朋友很支持我 那我觉得这边就是我未来应该要发展的地方 现在你在大陆的哪个城市 带的会比较多一点 其实我到每个城市我都觉得非常的适应 大家都对我很热情非常的好 让我觉得说来到大陆这边一点都不孤单 那你有没有最喜欢吃的大陆的哪个菜系呢 我最喜欢吃的是川菜 台湾女孩这么能吃辣吗 我曾经有在四川那边住唱过嘛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觉得吃不消的 因为觉得实在是太辣 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我完全适应了 后来我就发现我只要离开大陆太久 我就会很怀念这边的麻的麻辣的东西 看得出你在大陆的生活是非常享受的 这里的朋友你也很喜欢 这里的美食你也吃得惯 而且吃不到还会响 那未来是打算在大陆生活了吗 我其实想过台北跟大陆我要怎么做抉择 因为一样是要演艺事业要唱歌 然后要发展我的音乐 那个时候我刚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有一些经纪人也是带着我去上电台 然后上节目这样子 后来我去北中南的电台还有节目上了一圈之后呢 我发现台北就是一个城市 就是大家都只是为了工作 那这样子的城市让我觉得说有一点太过于紧绷 后来我就会一直思考 我就会想到说 其实我很喜欢大陆这边的人文还有民情 台湾其实少了一股活力跟青春 我就决定要在大陆这边发展 其实我想大陆我们都是同根同祖同源的地方 既然星期要来 我们就希望你有更广阔的天空和更好的发展 欢迎你来大陆 谢谢 谢谢 那今天呢我们也有一方心动舞台呢 是准备给唐星期的 我要带来两首歌 第一首是《康定情歌》 第二首是《站在高纲上》 我们有请唐星期登上《心动舞台》 《赵产品牌》 《共产典》 《赵产品牌》 第一首歌 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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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流有多沉鬥 练练的青山 百里长雅 微伤情向喊平站 呀 喂 呀 喂 青青的山林 穿雨消遥 战着一个幽默千年 也為你照著高高上鄉下我 是誰在對你聲聲唱 靈綿的青山白綠長雅 我倆相愛在高高上 在高高 謝謝唐星期 那現場的觀眾朋友們 對唐星期是否心動呢 請您為她點亮您的心動指數 星期可以回頭看一看 今天唐星期獲得的心動指數是 百分之八 祝福唐星期在大陸的生活和事業 能夠蒸蒸日上 也謝謝你來到中華庭 謝謝 讓我們有請下一位傳情人 提到賽車你也許想到的是F1 提到賽車王你也許想到的是舒馬赫 提到賽車運動你也許想到的是驚險刺激 而我們今天的嘉賓華婷婷 是一位經國不讓虛眉的女賽車手 無論場地賽還是技巧賽 她都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而她今天的到來 將和我們分享她與成長路上 絆腳石的故事 謝謝 衝鋒犯怨恋求我的生 一心转步毫然的松枕 是你当我会显得武功 教我惊艳莫过前路 正常我跌倒不弃放弃 没法解释就好过秦春一 我已翻大使也无限 正常我失省 正在爱你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东的一位 职业的一个汽车特技赛车手 我叫华婷婷 欢迎华婷婷 做客中华 请欢迎你 谢谢 谢谢老师好 谢谢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成绩 能跟大家分享 我算是中国第一位 两轮驾驶的一个女车手 然后去年成功地取得了 我们的一个 吉利斯的一个挑战的一个记录 然后参加我们的一些 中国拉力赛 还有一些围棋的一个锦标赛 也取得一些冠军亚军的一个头衔 现在的华婷婷 不仅对赛车的驾控游刃有余 还保持着两轮驾驶的世界记录 速度与激情 都在她双手掌握的方向盘上释放 高速过弯的时候 要撞到这个小小的机关 第一个新的记录诞生了 在她柔弱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大心脏 我们中国传奇车神的掌上明珠 在那参起家族赛车事业 则新一代接班人这一路走来 不便的是我对赛车一如既往的热爱 她究竟是如何走上赛车这条道路呢 职业赛车手还如此的青春靓丽 很了不起 那可能大家都知道 这么一个美丽的姑娘 怎么就成为赛车手了呢 其实我觉得我的赛车生涯 就是赛车开始 其实还是源于我的父亲 对 因为我父亲也是一位 职业的一个赛车手 最初开始学习开赛车 也是父亲教你的 其实开始父亲是反对我玩赛车的 他像很多的父亲一样 觉得女生毕业大学毕业以后 就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这样会更适合女生多一些 所以父亲一边反对 你一边跟父亲对着干 还把这事给做成了 从小大到他去跑比赛 我就会跟着他后面 去看他参加比赛 然后就一直 那时候小时候觉得 哇 跑赛车的 开赛车的人好酷好帅啊 那时候我就想 我长大了也要开赛车 这一路以来 我用了将近十年的一个时间 在你曾去这样一个 职业赛车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受过什么伤痛 有一次我在练习两轮的时候 车子四脚长天的翻了 然后当时的时候 车头一直冒烟 有点着火的迹象 我当时特别害怕 把安全带都解了 然后把这个玻璃踹开 然后爬了出来 但是睡醒之后 我感觉又像打满鸡血一样 又觉得又有冲劲 所以真正热爱的事 是百折不挠的 韩老师对很多体育赛 是非常了解 赛车 特别是女赛车手 我们看到的是英姿萨爽 但是他们面对的危险 其实您也近距离地感受到过吗 赛车的运动 它是勇敢者的运动 而且在这项运动当中 你必须要有非常强烈的 兴趣和爱好 这是你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动力 那当你获得这么多成绩的时候 会想到父亲当年对你的反对吗 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你就不应该反对我 我就应该跟你对着干 是这样想吗 我其实以前特别不理解他 就是我就一直在想 为什么他不能够多点带带我去跑赛车 其实慢慢地你会站在他的角度去想 但是只要我认定的事情 我会不切努力地去做 我希望就是父亲能够看到 我对梦想的这个份执着 希望他相信我 可以在赛车这个行业 可以越走越远 这是婷婷用今天的成绩 对父亲的一种心愿 那父亲心里怎么想呢 我们请上华婷婷的父亲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您 华先生 欢迎您 请坐 刚才华爸爸也听到了 华婷婷说今天拿到这些成绩 她的心愿是能够让您理解 我很想知道您现在能理解吗 其实她今天走着这一步 不支持也要支持 我做了十年的专业赛车的时候 我发生过许许多多的 一些危险的东西 我记得是2006年 拉力赛的时候 在一个攀山公路 我当时翻下去那个悬崖 有四十多米 翻了大概二十几秒 车停下来了 爬出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懵的 晕的 但她从来在家里面从来不告诉我跟我妈妈 就是她可能就是不想让我们知道这些 从小你就把孩子带到你的车上 让她感受这种赛车的魅力 那当人家真正爱上之后 您有一个劲的反对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 有些男孩子 我肯定是传递一副支持她 因为她长大了要结婚了嘛 结婚以后可能老公啊 家伙啊 那些可能都要反对的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 希望女儿能够安安稳稳地相夫教子 也舍不得女儿受你受的那些伤是不是 那是 那我不想去她去熬这个罪 表面上看到我赛车手很工工 但是她背后有一面非常辛苦 她一直反对我玩赛车 她说你为什么那么愿意去玩赛 其实我觉得我的热爱 就是当初她的热爱一样 其实说天分来说 她身上已经留下我的基因了 对 其实父亲是偷着乐的 就是那块料 还是希望婷婷把这一行做好的 其实我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某一个人 要无缘就不做 要做你就把它做好 下部我也是打算改几台车 让她去参加传国的一些比赛 只要她喜欢的话 只要她开心 一定传立以后去支持你 听听 谢谢爸 我爸爸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 到最后他转变了他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你刚才说爸爸固执 其实爸爸不是固执 爸爸只是当心 当心的这些所发生的一切 你看到以前爸爸在领奖台 封关的时候 但是你们想到我们在赛道里面 跟张建叔叔掉眼泪的时候 你可能没看到过 我想说一个婷婷可能没有注意到的 当你沉浸在成功喜悦的时候 父亲几次说到 伤痛 不舍 担心 希望你安定的时候眼眶是湿润的 可能一个铁骨蒸蒸的男儿 他不可能把眼泪流在女儿的面前 他也不舍得让女儿看到他的脆弱 但是我希望你能多一份体贴 父亲真的不容易 真的舍不得 其实就是我跟爸爸 其实我跟爸爸特别特别地像 我妈妈也听着她说 你们两个的性格其实就是一样 像我刚刚开始就一直在想 为什么父亲会一直反对我 然后小的时候特别不理解 然后也会因为这样的事情 跟爸爸吵架 他总会不会愿意去跟你沟通 就是一顿骂 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 为什么父亲不能够好好的跟我说话 好好的沟通 但慢慢地自己通过年龄的一些成长 接触更多的人与世之后 我知道其实每个当父母的 都真的特别不容易 他也是希望自己的 每一个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好 这是我真的真的这两年能够体会到的 但是就是我希望以后 能够跟父亲有更多的一些沟通 我也感谢他这三十年 对我的一个栽培 如果没有他 我真的走不到赛车的这一个行业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非常非常地感谢他 就是因为有了他才有如今的我 谢谢你父亲 爸爸呢 从现在开始 爸爸承诺 明年让你在最好的车队里面 去参加运达 特别欣慰看到父母的这份理解 可能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 那个默默在角落为我们鼓掌的人 那个我们惹了一堆货 为我们收拾烂摊子的人 就是我们的父亲 就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能够理解今天画爸爸和画婷婷 讲给我们的这样的故事 我们也希望未来画家班 画婷婷 能够开出一片新天地 那今天中华情有一方 以歌传情的舞台 要选择什么样的歌曲 今天我选择的这首歌曲呢 叫《海阔天空》 希望自己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 未来能够开启自己的一个 赛车的一个事业 然后希望我像这首歌曲一样 《海阔天空》 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好吧 听您爸爸支持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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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挺快的 谢谢 歌曲 李宗盛 好开阔你我可会变 原谅我的人心不记忽 总爱自由 有怕有日天会跌倒 无许了你想 生日都可以 但会怕有日天会跌倒 愿愿自由自我 永远都唱我 走遍千里 原谅我的人心不记忽 总爱自由 有怕有日天会跌倒 无许了你想 生日都可以 但会怕有日天会跌倒 那么对于话停停的故事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是否为之动容呢 请为她点亮您的心动之灯吧 二位可以回头看一看 我们的大屏幕 看一看今天 话停停会收获多少心动指数 9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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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这对赛车夫 希望你们未来能够平安幸福 获得好的成绩 为国争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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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有请下一组 请不吝点赞 大家好 我们是秀曾三公主 我是莎莎 我是云云 我叫杨萍 欢迎三公主做客中华请 我真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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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你们好 特别可爱的三公主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大家来猜一猜 这美丽的三位小公主 多大年纪啊 韩老师 青少年 多说了那个最高个的 不会超过十岁 两边那个应该是八九岁 还是不要穿高跟鞋 为了舞台表演 漂亮也不要穿 就是因为以后 有的是你们穿高跟鞋的时候 你们就是表现活泼 可爱 童真 这种 这就够了 韩爷爷说的这个 你们能理解吗 当然能理解了 如果说是个 二十年前 我可能不理解 说话真大 二十年间你在哪呢 真逗 我这笑挺有张力 我二十年前十一岁 你逗我们的吧 真的 开什么玩笑 或真价实 来 韩老师 近距离看看 请 你三十一了吗 对 十岁三十一 到过年的时候就三十一了 那你呢 你多大 我也三十一 我比她早剩了几个月 那你呢 小蓝裙子 我是老大 我肯定要比她们大 还大 那你多大 我三十二了 这样 我觉得 我给用一些事件来考一下 她是不是刚才她所说的 这个年龄 好 我考一个吧 你考一个吧 我就问 你们看过韩爷爷的节目没 看过 是不是看着她节目长大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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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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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 进球 进球 那人用后脚把球射进了 球门 哎呀哎呀哎呀 接住 快接住 事实证明 什么人后脚把球勾出来了 他这都知道 那能说服您了吗 从他们那个反应机密程度 对答如流来看 确实 这脑子反应真快 你这笑声是你的一个才艺吗 是我这个特长 哎呀 那你们每个人都有特长和才艺吗 我头发特长啊 我还嘴大呢 那您也表演个才艺呗 看能不能比过人家这才艺 拼个金句吧 拼金句 这你行吗 韩老师 金句可以啊 来咱唱什么 来 这样吧 striving 行 这个女人啊 我心肠不心肠 你接唱 有的意到底什么鬼花样 他们到底是心肠还是希望 这证明是真的了 这是我们年纪最小的 是不是 年纪最小的 来 该你了 还要对 咱们来走个秀 走秀 行 走秀 来 走秀 来帮子 再画一个 爸爸带女儿逛街 爸爸带女儿逛街 真的 真是这感觉 是不是在逛街 对 带着三个公主是吧 因为我们以前 比如说我哥哥 或者我妹妹 带着我去去逛街什么 他们都说 我是你女儿 那你听这话以后怎么着 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脸红了 可尴尬了 发现没有 我们的秀真三公主 有一个特别特别乐观的心态 而且多才多艺 真是多才多艺 咱们再次用掌声 欢迎她们来到中华庭 好不好 谢谢 谢谢韩老师 好 谢谢 小公主请入座 三位跟我们说一说 秀真小公主 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 误会和麻烦 有啊 就像这次来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机场吗 然后那边不是有 身份证识别脸吗 我就看不到 我往后再退也看不到 没办法 就旁边的一个人抱着我 然后对了一下脸 让人家疯了 然后住酒店的时候也是 哦 还是看不到 然后也是让别人抱一下才可以 但是你并管怎么样 这个看着你们现在的状态 我们还是特别欣慰的 那个精气神特别的好 特别的阳光和乐观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毕竟80后也都30出头了 个人问题解决了没 早就解决了 这么漂亮怎么可能没解决呢 就是在呢 结婚的格子呢 格子呢 你结婚了 对 我是16年结婚了 哦 那你俩呢 我们俩没有结婚 但是都有对象了 准备要结了 准备当中 我们现在就在准备筹划结婚了 哎呀 我特别想看看 他们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 他们有没有陪你们来 有 当然要来哦 我们请上好不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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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吧 谁跟谁是一对的 韩老师 恭喜你 全部答错了 一个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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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都没对的 一个没对 那我们就各就各位吧 高个跟高个 哦 这还真是 三对情侣 哎 还挺般配 哎 这一站真的 这一站确实比我刚才选的好很多 不是 说明我这个 这眼神有问题 要不然戴着眼镜 好 好我们各就各位 请入座 我不知道 今天已经结婚的那一座 你们怎么是成功走进婚姻殿堂的 我俩是谈了三四年 然后才去那个领证的 那天去领证的时候吧 就是 我当时是在我媳妇她们老家那边 完了她就让我带着户口本 带着身份证 她说我说去干啥呀 还带这些东西 她不说 然后就直接把我拉到民政局去了 合着结婚这事是你女方主动啊 莎莎 对 她不知道 就到那个会议那个大门口 民政局她就知道 那女的不都得让男的拉着去 你怎么反了 我的天哪 我都跟她谈恋谈 她三年了 如果说再不结婚 她得跑了呢 你会跑吗 要再不结婚 不会 不会 你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二十六 我比她小了四岁 姐弟恋啊 那你不得让着点她 没有 她虽然比我大四岁 但是平时生活中 都天天 都是她让我 看得出来了吗 太 太可爱了 哈哈 哈哈 领智的当天也闹了一段大笑话 怎么说 我就看别人家领智可清秋了 就八两小时就完事了 嗯 怎么到我们这儿这么难呢 我俩拿着我俩的身份证 还有户口本 然后去拍照 人家就拿着我的身份证 你俩干啥来拉小孩 你妈娘 我就说 我俩就是来领智的呗 然后她说 小孩也会开玩笑 她就拿着我的身份证 看了又看 看了又看 完了自己还不确定 还得问一下自己的同事 嘿嘿嘿 你看 这俩小孩这么低呢 马来结婚了 没事可以领 可以领吗 可以领 你确定可以领吗 确定 她俩修正是电视上看过 哦 哦 你俩修正是电视上 那领 领 领还是不领啊 领吧领吧 那你俩拍照去吧 到拍照那边又出事 拍照那个人说 哎呀 你爸你妈还没拍呢 你俩不能拍 然后我俩就特委屈 你知道吗 就在那儿 我不知道是神气还好呢 我还是秀还好呢 从进门那一刻 到出门那一刻 我俩足足用了两个小时 咱们平平家说说 你多大了 我二十九 那平平三十二 你怎么都姐弟恋 你差三岁 嗯 差三岁 你俩三岁 报金砖嘛 所以你俩也合适 嗯 挺合适的 我觉得 可不报个金砖嘛 钱都在她这呢 是你挣的钱 也归她管了 是不是啊 哎 你不是天天说 我是姐哥大吗 买的房子 都写她的名字 哦 这是谁的主意啊 我的主意啊 那你咋想的 你看啊 我买个房子 写她的名字 那我不就不用装修了吗 我丈母娘装修啊 哎呦 什么好多钱啊 对啊 好好过啊 我觉得有这样的情感啊 一定能过得特别好 肯定得好好过 你像我们修成男孩儿 找个老婆多不容易啊 而且 只有找到这么漂亮的 对啊 我 她之前很早上节目 我爸就认准她了 哦 是在电视上 那你怎么转来转去 最后找到电视上 相中的这个媳妇 她上第一期节目 然后呢 我爸看到了 就说这个小女孩不错 可以娶回来当媳妇 哎 后来就有机会 在电视台看到了 安娜就留了电话 一来二往 她就送上门了 什么叫送上门啊 什么叫送上门 是你自己死皮歪脸的 就是嘛 大年死 那什么 初三 对 初三就往人家跑 完了没买着卧铺 飞机也没买着 站票 站着去人家家家家家家 站着二十多个小时 逗人家 那我不得主动一点 像我张母娘是吧 套到近乎吗 对吧 就护着脸皮来我家的 然后我一个星期 没出过家门 为什么 不想见她 躲她 不是 因为我觉得 我又没答应你做你女朋友 她死皮赖脸说 来我家玩 我以为朋友之前开玩笑说 来你家玩 我说那你来呗 人家买着脸也买着 站票就来了 但我到我家门口了 我还不相信 所以那一刻看到这个男孩的时候 是不是一心决定 就嫁给她吧 没有 我当时可烦死她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又没答应做你女朋友 她不好意思 她害羞 所以说我去她家之后 她就不出门 让我在她家看了七天的电视 什么天是 什么天是 啪耳朵的故事 在四川啪耳朵就是 就是发老婆的故事 待过七天成心可见 是不是就同意了 对 关键是 那我丈母娘喜欢我呀 对不对 对对对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高 对 先把丈母娘拿下 再把丈母娘的女儿拿下 这招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据我所知 其实袖真人 都是在测量过 这个一些指标之后 可以通过一些药物的手段 长高的 对对对 如果 这个是可以 对 如果说你年龄 年龄就是你的古龄 低于女孩子低于15岁 男孩子低于16岁的话 就可以通过那个 打生长激素长高的 那你们六位当中 有没有谁打了生长激素 会长得高 我们几乎都打过 我刚跟莎莎认识的时候 那时候我只有1米4 后来我打了 打了4个半月不到5个月 然后再加上我本身 自己的基础又比较好 而且一下子就长到现在 那你为什么不继续打 再长高 不能长了 我媳妇比她高多了 不能再长了 再长就跟我不配了是吗 她是怕我有压力 她是怕我有压力 是真的 真的因为这种压力啊 她是怕我有压力 所以放弃了再长高的机会 其实那个医生说了 如果说她再打的话 最低可以打到1米7 1米75 最低才打到1米75 对 最低能打到1米75 如果再高的可能性 其实还是有的 对 你不想长高吗 我想长高压 每个人都想长高压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 跟我媳妇在一块很快乐 虽然她没事就欺负我 但是我自己很享受 这种幸福的感觉 其实这是一份爱 我们说一个男人 胸怀到底有多伟岸 能不能为我们遮风挡雨 通过他们的故事 我们发现物理的身高 其实不是太重要 你们的虽然是秀珍 但是我发现你们的快乐 比我们这些长得高的人多多了 如今三姐妹事业上 也有了新的起点 她们合伙开公司 创立自己的品牌 研发护肤产品 同时也为更多的秀珍女孩 提供了工作机会 帮助她们改善生活 重塑自信 然后每个人来我们团地里面 他们就是找到了自信 不会像自己在家里一个人 感觉跟世界 跟社会脱节了 反正就是找到了 共同一样命运的人 所以他们有共同的语言 有共同的事业 一起努力 每个人都会很开心 对 你们可以相互地扶持 对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梦想 都有愿望 对于你们来说 梦想或者希望会是什么呢 我们的希望就是 以前生活经历一些很多坎坷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所以我们以后就是想 自己生活的愉快的同时 然后也想去再帮助一些 更多的秀珍人 因为在全国统计的话 矮小人是在八百多万 所以说我们想自己快乐的同时 带动那些不快乐的秀珍人 跟我们一起快乐 我们都可以创业 我们都可以活得很好 你们也可以 对 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 谢谢 应该是我们起身向你们行礼 感谢你们 我觉得这是一份强大的精神的力量 请坐 请坐 想想他们 他们都挺过来了 他们都自己做老板了 他们有团队了 他们可以带动更多的人 幸福起来快乐起来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推诿不珍惜我们的幸福呢 唐老师 你也给他们和你劲好不好 其实人生首先我觉得要健康 要快乐 这种心态是最重要的 而他们正是由于这种心态 获得自信 有了自己的事业 而且呢 也都已经有了 或即将有了自己心爱的另外一半 组成美满幸福的家庭 而且你们也给很多 身体上有这样和那样一些缺陷的人呢 树立着榜样 只要自信 只要努力 就能够赢得大家的尊重和信任 就能够获得幸福的人生 真的 为你们点赞 谢谢老师 谢谢哈老师 谢谢老师 我还想借这个机会 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 如果我们以前 对秀真人这个群体不了解的话 如果以后我们在街上 再遇到这些可爱的朋友们的时候 我们多让一点路给他们走 他们够不到的地方 我们就把他们抱起来 让他们能够触摸到那个 想要触摸的地方 因为他们的快乐 他们的感谢 会让我们温暖 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希望我们彼此理解 多一分善意 谢谢 今天中华琴 有一方心动的舞台 在等着诸位 要选择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选择什么歌曲 我们想唱一首《美丽新世界》 因为在人生的路上 会有很多坎坷 但是只要你相信自己 你要敞开心扉 要说服自己 你会有一个很美的美丽新世界 美丽新世界 对 好 希望你们拥有的更多 有请你们登上舞台 拜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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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亮您的心动之灯 可以回头看一看大屏幕 你们收获了 95%的心动之数 谢谢你们希望你们永远这么快乐这么阳光 谢谢希望你们的正能量每天都是加倍的祝福你们 谢谢观看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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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首 我们一起来模仿一下 主要是颤音 对对对对 韩老师那个颤音怎么样 没关系 我有特殊的方法 我教你第一句 好 表情上 体态上有没有 你把我回首 云着短归头 这一拍要做的功能 有方法 再回首 我心依旧 我心依旧 谢谢 谢谢韩玉衡 既然能模仿当你们老师那么像 能不能现场轻唱几句她的歌 我们再度感受一下 梦成自由 痴情中 若笑痴情太痴狂 若非凡凡 若非凡寒扯彻骨 哪儿的梅花不必想 闻世间情为何物 只教人生死相续 看人尽多少故事 最小魂 若非凡 梅花散 阿诚 原名何意 辽宁人 因外形和声音酷似江玉衡而被关注 2013年曾在一档模仿秀节目中 获得了全国冠军 而这个冠军似乎并没有让他的歌唱事业变得一帆风顺 在他的背后 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宣传 小魅和阿诚 你模仿秀获奖之后 有没有因为这样一个 怎么说认可度也好 因为有这样一种发展方向也好 带来很多演出机会 生活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拿到冠军之后 那时候就开始准备接很多的演出的任务了 不巧的是我在14年的时候 不幸当中受了一点伤 哪里伤到了 腰 摔伤了 摔伤了 一到四节横突骨折 当时住院之后 就已经脑子里都是想了很多很多 可能这辈子起不来了 工作可能也将会没有了 然后孩子 那段时间里几乎就是不太愿意与人沟通 不喜欢讲话 当时还有很多的朋友打电话 说几月几号有演出 有演出 我其实当时都已经起不来了 我怎么回答 我是说没有时间 或者是耗点面子 说我没有档期 就这样 推掉了很多 那怎么继续家庭的这个经济的运转呢 因为我之前在酒吧工作 在酒吧唱歌 朋友就来打电话 到我这酒吧来帮帮忙做一做 刚开始特别的犹豫 就是真的是不拍面子 因为已经当时都说了 不在酒吧去做了 但是那个时候要想想 为了谋生 还有我可爱的女儿 那还是去吧 当时有点陌生 总觉得自己是个味儿了 这个架子放不下来了 我就怕人家 用另外的眼光来看我 就觉得你没混出来吧 对 你又回来了 但是后来 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 就慢慢慢慢自己调整心理 调整一下心态慢慢就会好 是一个男人不得不的一种选择 对对对 你必须要接受 因为那你就没有经济来源了 那你没有生活 那你靠什么来生活呀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就要 把面子放在地上 然后拿起之前以前的勇气 去面对你现在的生活 这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事情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阿诚今天的身份 是一名动物行为的讲解员 那你为什么想到 要从唱歌之路 又转到这样一个行业 我也是当时尊重我父母的意愿 作为我们那个年代的 上面的父母 他们都是特别的希望 自己的孩子 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固定的收入 除去歌手的身份外 阿诚还是一名大象行为展示讲解员 在动物园里与动物打交道 让他可以给予女儿童年更多的陪伴 这让他作为一名父亲 有了更多的成就感 阿诚能不能告诉我们 卸下了明星的那个包袱和光环 成为了一个大象行为讲解员 那么这样一个工作 长此以往你觉得给你的生活 或者给你的家人带来了哪些变化吗 当时我女儿刚刚四岁的时候 就基本上每周都要去动物园去玩 没想到她那个时候 也特别特别的喜欢动物 基本上在五岁到六岁的时候 她认识了所有的动物 就是同龄的小孩都不认识 她都认识 甚至我带着她 没事跟小老虎在一起玩 小老虎那时候像小猫 她不害怕 刚出生的小老虎 她不害怕 他们在一起玩耍 所以现在看来你选择这样一个工作 都有帮助的 对某种意义上也帮助了孩子的成长 对对对 今天阿诚先生的女儿也录了一段视频 她说她有些话要跟爸爸说 但具体说什么还不让我们告诉爸爸 那咱们现场听一听吧 就是从小到大你从外边回来之后 我就在那个话题上 一直蹦 啊我爸回来了我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然后完了从小到大也有特别多矛盾 完了我两个的击败啊啥玩的 完了也是和平解决 也不用暴力相处 然后就是跟我爸算比较亲的 还有就是就别再喝酒了呗 喝完酒你耍酒疯 你还对着我说 哎呀我的妈我实在是受不了 然后天天就跟着闹 一遇到一遇到 所以说 闺呀闺女 就那样的事 哎呀我的天 你是不知道 等我下次吧 我把我录下来 我把我录下来 我把你录下来 记得女儿小时候在滑梯上蹦蹦跳跳等爸爸回家的样子 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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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她很小的时候 我一到幼儿园去的时候她就 嗨那个心情大巴巴巴巴 我想起那个画面能想起吗 那对于女儿意外的跟你说这些话 我也告诉她我会改掉我的毛病 因为她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也是我最想把握住的一部分 所以我特别的爱我的女儿 特别的爱她 那如果有一天女儿长大要出嫁了 守护的人就变了 想过这个画面吗 想过 但是想了一半就不想 还是希望她留在我身边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真的是舍不得 那只能是给她很多的祝福吧 如果到了那个时候 只能把我的祝福给她 今天来到中华琴 会选择怎样的歌曲 表达你的心情 我想用一首歌 这首歌叫做《希望》 它把所有的希望 都记错在下一代的身上 很多很多的愿望 很多很多的希望 就把自己当时的这种 无论是困难 还有经历的一切 可能都要通过这首歌 然后表达出自己的心声 那我们就用掌声 有请阿诚登上心动舞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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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感谢 今天的心动观察员 韩乔生老师 欢迎您 好了 我们要感谢电视机前 每一位观众朋友们的守候 下一期中华情 不见不散